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印度海岸警卫队 14号在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的哥企海域举行联合训练 日本和印度从2000年起就定期实施联合海警训练 那这一次的训练是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印度前夕举行 参加演习的日本巡逻船包括瑞穗号 而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海保长官佐藤雄二就视察这一次的训练 佐藤早前和印度海岸警卫队长官在新德里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加强打击印度近海索马里海盗的合作 以及为了让印度周边国家参加两国联合训练而进行协调等等